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上课了 大家好 那这边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 我们还要分区 我是村长 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 铁花村也是有村长的 因为他是村 铁花村 那今天呢 原本是我这个 例行的那个唱作举角 那今天就取消一篇 今天安排的这个万晓丽 万晓丽 有没有听过呢 现场的各位 有 有 有吗 有 那个熟人就不用回答 熟人 那这里我是问 诶 这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过 有 OK 没有听过的 OK 没关系啦 大概 大概 不是大概 待会呢各位就可以了解 认识一下这万晓丽 万晓丽 万晓丽也是大陆现代 也是一个民歌所代表的 非常优秀的 那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 一般有一个走江湖 他们也有一大堆人马来到这边 那今天呢是他自己千山万水 自己独行到台东这边来 那这次呢他这个新专辑的这个发表 台湾都只有两场而已 一场是在上礼拜天 在礼物店 那今天就在田华村 就没有别的地方了 今天呢也带了他自己的专辑CD 这次的专辑CD叫太阳 看起来圆圆圆的 他的非常的客气 和蔼 待会呢各位如果喜欢 喜欢他的这个 这张专曲 他的歌的话 也请各位现场的朋友 用你很和蔼的两百块 不是很啊很和蔼的清台币 很快去抢购 因为没有几张 现在应该还是可以签名 就是小李 可以签名吗 可以签名 当然 他可以签名 好 掌声 好 妹妹 那待会在演出当中呢 是在室内 大家行动电话 转到震动或者是精英 在演 你如果要离开座位的时候 或者是从外面进来 麻烦 请各位配合 再一首歌唱完之后 再离开座位 或者是再进来 不要你想到那个什么 今天这个 这个在现场 其他的朋友 在走动的时候 请麻烦那个椅子 稍微拉起来 拉起来 这个椅子不重 那也慢慢进入小天 可能还是会有蚊子 都不要担心 蚊子吃不了你几细细的血 然后厕所呢 就在这个门出去 可能有现场的人 有人第一次来 那就厕所 这边出去 那个外面的建筑就是厕所 抽烟的朋友 抽烟的朋友 就在那个厕所旁边的火炉 你就在那边冲 那个火炉 那边是为了要 驱蚊子 你如果说烟盐很大 可以拿个习惯 去那个医院也无所谓 好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 这就是 晚小丽 谢谢 最后的我们请代表 还要好继续 做起结果 就是为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来看 铁花生 好 结束了 谢谢大家